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是限於在國內被害 這是一塊 這次提出來修正的是參財其他委員所提的 針對在國外被害的部分 問題是今天既然是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法務部提出這個部分條件修正 那就不應該分國內國外 應該拯救當初是最早的立法者 當初會有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我在87年的時候我跟謝喜大委員 我們倆一起積極的推動的 那推動以後質詢在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也質詢過行政院長 也質詢過法務部部長 我們都認為這個良法美意完全被扭曲 那犯罪被害人就完全沒有辦法得到相關的補償 那主要就是在實務上有許許多多缺陷 或是法律上規定的很明確 可是你們在執行的時候並沒有完全落實 所以造成犯罪被害人沒有辦法得到相關的補償 所以我在這邊我特別要提出來 像我們的第六條的修正 原來父母配偶跟子女是跟祖父母孫子女兄弟姐妹是有所區隔的 可是在你們實務的執行上幾乎都一樣 就是父母配偶子女也不以他是不是這個 要依靠這個維持這個生活者 依被害人撫養維持生活者違憲 所以說我在這次條文裡面我們明白的把它列出來 做一個區隔 不會讓你們解釋的時候 把它併在一起 那你覺得這樣是不是應該支持啊 跟委員報告 因為委員的這個提案裡面的內容呢 基本上的法務部呢 不是不贊成喔 我們也參考這個委員的意見 但是呢我們希望說給我們一點時間 為什麼需要給你們時間 因為這個還有配套的 你可以看到民間做任何事情都是追分趕秒的在做事情 可是政府啊 我們從上一屆協調到這一屆 然後還是要給時間 可是被害人他家屬得不到任何的補償 這個時間這個這個損失誰在負責啊 對不對這一點我覺得我就不能夠同意 跟委員報告 我們是希望能夠給我們時間就是把整體的這個 那你多久時間我請問多久時間 我們已經給了你上一屆到現在這一屆已經協調那麼久了 你還要多久時間 我們一年內好不好 一年之內 一年之內 一年我們因為犯罪而被害死亡的人數就達四千多人 這四千多人的家屬都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補償 那你法你又不能夠後法不能夠你又不能夠訴諸既往對不對 那你這樣的話這四千多人的這個我們八十七年就已經提案立法 然後可是在執行上被你們扭曲執行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再等一年這一次一併修法就覺得應該一併把修正通過 因為相關配套的部分我們一起好不好 相關配套你們應該早就應該做了 法務部部門 經費這麼多人那麼多 就是我們有找過各種不同團體來請教過委員辦公室來請教過嘛 那我們是說能夠讓他整體的修 我們也沒有整體的修啊 只要四條就行了 就是兩大合先叫其他的啦 沒有這四條條文啊 我請問你 像現在很多檢察署的這些長官給我們反映 說每一次啊說我們要一比一比的對啊 按照你們這個法務部所通過的啊 這種所謂三賬補償費的這些相關的辦法 一樣一樣去比對啊 也是麻煩的事情 增加人力上不知道多少負擔 那而且殯葬費都拿不到 大部分被害死亡了 這個這個這個 殯葬費都拿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這一點剔除 那一點剔除 人家送個毛巾啊 毛巾這個支出不必要啊 也剔除剔除 結果到最後什麼都沒有 不會啦 像殯葬會這個已經參考 有員的意見把它重寬了 我們現在已經要求了 所以這個不在法律範圍內 都可以都可以處理了 沒問題了 沒有沒有 現在我們在這個法律範圍內 我們認為 至少你最高金額不得遇三十萬 可是申請殯葬費在二十萬以內者 根本就不需要減憑 憑據了 現在辦一個殯 其此二十萬啊 對不對 你就直接就付二十萬了 那不是更簡單嗎 省掉了 人事上行政管理上多大的這個費用啊 那我們都修法通過有什麼不可以 這一次一併通過什麼不可以 因為這個不檢記憑證呢 在核銷方面呢 恐怕會有問題 有什麼 他現在請問一下次長 今天在台灣 他是被害死亡的 家屬辦傷事 有什麼會 不需要二十萬的 現在這種行情 怎麼可能會不需要二十萬 你平常就二十萬 你就只要在二十萬以內的 你就不需要檢記 就直接付了 減少行政上的問題嘛 減少這個檢查署的負擔嘛 有什麼不可以 對不對 現在哪一項殯償費不超過二十萬啊 遠遠超過二十萬啊 對不對 你今天去 在什麼什麼這個租一個 什麼那個零股塔 租一個這個 買一個那個零位 放放骨灰 骨灰盒 都遠遠超過這個價錢啊 對不對 那你像這些都是無謂的 你行政上給你自己 不必要的 這個麻煩 我跟委員也報告一下 因為沒有減去的話呢 將來有求償權的問題 因為在補償制度裡面有求償權嘛 那求償權的話呢 將來會有爭議啊 就是 壓害人的 我們在這個裡面啊 我們又發現一點啊 你們把補償啊 跟賠償啊 完全法理給他 模糊掉 我們既然這個叫做犯罪被害人補償 他可以申請補償金 補償金 他的這個原理啊 就是 基於無論過失與否 那麼他的彌補損失的這個法理 跟賠償啊 是 基於民法上故意 過失責任 及損害補償的填補法理 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你11條 我在這邊問你 為什麼不可以 11條 為什麼 他今天自己 他自己買的保險 跟這個犯罪被害人補償法 一點關係沒有 他那是不保險金的 結果 他這個也不能夠 那為什麼不可以 請問次長 這個因為當時考量說 有社會保險的話呢 那是不是因為不要有 這個 雙重 雙重受害 受益啊 沒有什麼雙重受益啊 這是我們有檢討的空間 這是犯罪被害人補償啊 補償跟賠償完全法理不一樣啊 最高有到一百萬 這樣額度比較高啊 一百萬 另外他也可以請求巡派賠償 另外的巡派賠償 一百萬幾乎拿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裡面啊 你要拿到這一百萬啊 你還要有無法履行 法定撫養義務啊 這種情形 然後如果說子女啊 或者是父母啊 他自己現在有生活能力的話 也拿不到這個錢 對不對 最多的話就是前面的四十萬啊 這像或者是精神上的撫慰四十萬 這種情形 我是覺得今天啊 政府啊 太過於苛刻 老百姓 這個做善良的納稅人 你政府應該負起 維持社會治安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 所以說我們才通過有這個補償法 對被害人一絲絲的啊 一點的補償 而且是補償 補償跟賠償的法理就完全不一樣 他自己買的保險 他自己的公保 他自己的軍保跟老保 這個跟你有什麼關係 那他也繳保費的啊 現在不是這個這個恩己制啊 現在都是年金制 自己花錢的啊 這種情形 對不對 所以在這部分不應該拿掉 這部分是你政府代乎職責 結果造成犯罪漏洞 他承諾這犯罪漏洞的 這個不特定的 這個受害人 所以說他必須要有所補償 不是特定人 殺害了特定人之間那種 那種關係 那種受害賠償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根本 法理上不通吧 為什麼這一次不能夠 不能夠通過 還有本席這邊提出來 把時間延長 時間延長 你可以看到 我們民法上啊 兩年消滅時效啊 這是基於民法上 法律關係安定性的要求 謀盡早讓特定人之間的 在的關係啊 得以釐清及確認 但是我們既然是補償 對不對 那被害人跟他遺署的意志 那就应该本出寬容的精神啊 時間就有個拉長啊 很多人被害了以後 全家忙著不知所措 這個 在正在跟 這個打官司 市面這樣多的打官司之間 根本也不曉得政府有這方面的 這個良法美意 你們也沒有做充分的宣導 說每年才編了四億的經費 結果你們發出去才五千萬嘛 這去年結果被降到五千萬嘛 這個預算 那這種情形 就是你們沒有認真去宣導嘛 而且你們從 從嚴去審核嘛 再加上把賠償跟補償 混為一談嘛 這種情形 對不對 你說每年因為犯罪 死亡的四千多人 當然包括 這個車禍違反 道路交通 這個這個這個法 這個違法的這個 造勢 自然於死的這個家在裡面 四千多人 然後全部發出去才五千萬 一個人才拿到一萬平均 太少了吧 不只啦 因為這個時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事實上跟國賠法啦 跟形式 就原來願意賠償法 就現在的形式補償法等等規定啦 時效呢 我們盡量的能夠 幾個法制之內來一次啦 所以我說給我們一點時間 不是啊 我們已經給了你一個會期 一屆的時間了 因為有各種不同意見 什麼各種不同意見 真的真的是有各種意見 那你們就是不願意做嘛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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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就基於政府 政府能審則審 審錢就不願意付 不是啦 我們在半年跟一年之內 提出來啦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 半年 在法院又要審很難 我們既然已經排上了 為什麼今天不能夠一臂的審查 因為 我們要整體來思考 沒關係啊 我們審查通過條文 你們去第七步辦法嘛 你們第七步辦法嘛 為什麼不能夠 一年就是 四千多個家庭破碎 然後得不到一絲一毫的補償 不會啦 還是會得到補償 不會 很少很少 我們現在已經重寬 重始 來和小 不會 很少很少 而且現行的 你們的辦 現行你們的 這個辦法 就已經增加了 你們不知道多少 這些檢察署的負擔 在調捏表啊 在調捏資料啊 查考啊 這些東西 都增加無謂的人力負擔 而且 又顯現政府苛刻 又 又勞 這個 這個 檢察署的 這個官員的 這個勞神 傷身 然後對 真正被害人 又沒有任何的補償 失之的補償 一失的補償 所以我認為 今天啊 真的主席啊 拜託 說這個我們 由大律師 人權大律師啊 今天能夠在這裡面啊 把這個問題啊 能夠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啊 因為當初啊 推動這個犯罪被害人 這個保護法 是本席在立法院 繼續推動的 可是我們後來發現啊 結果犯罪被害人 跟我們陳情啊 幾乎完全良法美意 被扭曲啊 沒有認證的能夠得到 這些相關的補償 而且法務部在補償跟賠償方面 這個請大律師 你看我們今天主席 你就知道 他把犯罪的補償跟賠償的法理 完全扭曲再混在一起 那這種情形 就把人家扣除掉了 他他自己花錢買的保險啊 跟你跟他被犯罪殺害死亡 你政府應該付的 這個補償有什麼差別 有什麼關係 就也被扣掉 這沒有道理的事情 我們希望委員同仁能夠支持主席 能夠